领先演播,一种侃侃 176集 等死吧你们,我这就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他现在就在青海,看他一会儿来了 不让你们跪地求饶 经纪人恶狠狠地指了指林宇和薛青 把电话给我,我来打 隋敬影一把把电话抢过来 电话接通之后,他立马哭喊 老板,你在哪儿,我被人打了 说完,他呜呜地哭起来 声音乌烟,委屈不已 与刚才那泼妇的形象是大相径庭啊 杨承明此时正连夜 跟两名知名编剧讨论剧本 一听他旗下炙手可热的摇钱树 受到了这么大的委屈 立马火了,冷声说道 谁敢打你 要知道一人吃饭靠的全是一张脸 要是被人打坏了,那前途也就跟着回了 就是新街的那个化妆品广告 隋敬影委屈巴巴地说道 就因为我来晚了一会儿,他们就打我 伸了我两个耳光 杨哥,你可一定得为我做主啊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杨承明气得不行 在影视乐园是吧 你等着,我现在就过去 隋敬影把电话一挂 脸上立马恢复了刚才那种狠力的神色 冲着薛沁和林雨冷声说道 够男女,等着吧 一会儿我们老板就来了 人见嘴更见 薛沁冷骂了一声 做事又要上去山涛耳光 足道赶紧跑过来拽住他 薛总,薛总 不看僧面看佛面,给我个面子 您就别跟他一边见识了 一会儿杨老板来了,您跟杨老板谈吧 说着,邹岛叹了口气 唉,谈个屁呀 薛沁等着赔钱吧 要是不打发杨老板满意 他这公司也就不用干了 青海一把手的侄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可怜的是,他也得受到牵连呢 他打拼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熬上了传媒公司的一个 挂职导演 现在倒好 得罪了隋静颖 只要杨老板跟他的传媒公司递个电话 这导演,他就肯定会被撸下来 我这个导演啊 是干到头了 邹岛垂头丧气地走到了一边 一屁股坐下 邹岛,你放心 我保证你受不到牵连 而且还会帮你争取一些好的合作机会 林宇见到邹岛这个人还不错 笑呵呵地冲他说道 行了,何总 您就别刺闹我了 您还帮我说好话呢 先把您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吧 邹岛觉得有些可笑 年少成名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何总 年纪轻轻开了家大公司 就有些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对杨晨明的人都敢打敢骂 简直胆大包天 还帮我说好话呢 明明自己都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隋静颖那边的助理和经纪人 已经开始打电话给公司的法务了 询问这种情况下 要怎么起诉林宇他们 赔偿金该要多少 薛沁见他们打电话也有些坐不住了 赶紧起身 要打电话找关系 其实要是换作往常 他是不会这么冲动的 生意场上忍气吞声的事情有的是 他早已习惯 他向来注重的是 长远利益 是大局 但是今儿个 他看到隋静颖辱骂林宇的时候 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怎么也忍不下去 甚至还觉得 这两巴掌太便宜了他 别急 蹿着歇会儿 林宇笑了笑 走过来拉住薛沁 那拿手机的胳膊轻声说道 手疼不疼啊 不疼 薛沁急忙摇摇头 见林宇这么关心自己 心里不由一当 我打电话 让我外公找人通融通融 不用通融 一切交给我 你放心吧 林宇冲他温和一笑 薛沁不由一争 他不明白林宇哪儿来的自信 说是交给他 但是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一下 关系也不找 人家杨承明可是马上就到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心里是疑惑的 但是看到林宇那从容的眼神 他竟然不由地点点头 谁敢打我的人 还想不想到这个圈子里混了 这个时候 外边气势汹汹的一帮人 走进了领头的正是杨承明 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皮衣 气势威严 现在他完全有资格说这话 作为一个幕后老板转型的天王巨星 他在娱乐圈里的影响力可谓是非凡 只要不是超一线的新星 他想要奉杀谁 还真就是一句话的事 邹导听到这句话 吓得差点一个猎切掉在地上 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是面带惶恐进入寒蝉 老板就是他 就是这对狗男女 随敬仪看杨承明来了 心里开心不已 急忙跑过去 委屈说道 您看看我这张脸 都被他们打坏了 我还怎么拍戏呀 说着他又捂着脸哭起来 行啊 我杨承明的人也敢打 杨承明呢 怒气冲冲地扫了林雨和薛沁一眼 认出林雨之后 立马一睁 惊声说道 何老爹 杨大哥 好久不见啊 林雨冲他笑了笑 哎呀 何老爹 我正准备过年前 抽时间去你家做客呢 杨承明看到林雨 面色大喜 急忙走过去和他握握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众人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怎么也没想到 林雨竟然和杨承明 如此的舒适 看起来宛如多年的莫逆之交啊 薛沁只是有些意外 但是周到就不一样了 想起林雨刚才和他说的话 他就面色一喜 兴奋地差点蹦起来 隋静颖面色不由灿然一变 他没想到林雨真的认识他们老板 隋静颖咬了咬嘴唇 暗想就算是他俩认识 老板也一定会护着他 毕竟他可是杨承明的摇钱树啊 杨老板 他是您朋友啊 可就是您朋友 也不能随便打人吧 我明天戏都拍不了了 隋静颖赶紧凑过去 委屈巴巴地说道 此时林雨已经把事情的大概和杨承明说了一番 一听到隋静颖这么过分 杨承明呢 正气不打一出来 结果自己又凑上来了 杨承明二话没说 扬起手来 又在隋静颖的脸上啪啪打了两耳光 隋静颖猛地一睁 有些被打懵了 面色震惊地望着杨承明 什么东西 你才红了几天 却轮得着你耍大牌了 杨承明指着他恶狠狠地说道 杨大哥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虽然他现在正火 也是你的杨千术 但是有德必有失 以他这种德行操守 日后一定会给你捅大娄子的 到时候恐怕得不偿失啊 林雨瞥了一眼随静颖 悠悠地补上了一刀 何老弟说的是 我们公司啊 立志培养得意双心的艺人 像这种眼高于鼎的 我们也不会要 杨承明冷冷地指着隋静颖的经纪人 马上把他开除 我们公司从今以后 永不录用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